他是著名的小说家 却两次改变人生志向 他变卖家产 四处奔波 只为保护即将消失的文化遗产 为时代而割 冯继才 这是在2003年10月11日 拍下的一段视频 2003年 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主席 冯继才得到消息 河北省武强县周窝乡 旧城村村民 贾镇川 镇帮 镇齐三兄弟 在破旧老宅的屋顶上 发现了祖传的年化木板 冯继才得到消息后 马上组织人手前往调查 途中突然下起了大雨 冯继才乘坐的汽车 滑到了沟里 在泥泞中 冯继才继续前行 冯老你慢点 不行我扶着你待会儿 看着点 做你事 是吧 我老板 算个字行慢 看了吧 这是板 花纹 他这个块套红的这个板呢 对对对对 是因为他这个外边蒙的这个塑料 这个塑料掉下来 有电罐吗 有有有有 那块是这块吗 弄出来 不像电罐不像 这些年化木板 被甲氏三兄弟的父亲藏在东西两间房和左右儿房的房顶上 才得以躲过动荡岁月 保留至今 当冯继才筹备这次抢救行动的时候 文物贩子已经多次向甲氏三兄弟提出要购买这批年化木板 冯继才的这次行动成为和文物贩子之间的赛跑 冯继才能否取得成功 这批年化木板是否具有保护价值呢 烫的 推磨 推磨 这是谜语的 谜语的板 这是打四书一句 打四书上的一句 这叫 这是瞎子推磨是什么 瞎子推磨 瞎子推磨 虎子推磨 虎子推磨 虎子打四书一句 对 这是段阳节 跟那个一样 那个这样 那个里边的板子你们也看一看 先看文书吧 一把文书打了给他们看看 冯继才邀请了权威的年化专家 组成专家团 对这些年化木板进行了三天的全面清理鉴定 共清理出三百多块 最早的年化木板可以追溯到清代中期 有的题材还是第一次出现 因此具有孤本的历史价值 在冯继才的努力下 这些新发掘的年化木板被存入河北五强县年化博物馆 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从2001年开始 冯继才以木板年化入手 走上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之路 十多年来 他带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这支数千人的专业团队 走遍了中国27个省 自治区和直辖市 将遍布中华大地的民间文化遗产 如民俗 古村落 民间节日 民间文学 民间美术 民间音乐歌舞等等 进行了全面的调查 出版了大量的非议档案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民间文化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大规模全方位的田野普查 挖掘与记录 这件极其庞大又艰辛的工作背后 凝结了冯继才毕生的坎坷经历 和他对家国命运的深刻思索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3年 不到一岁的冯继才 被外祖母轻轻地揽在怀中 父母离身后 姐姐站在左边 冯继才的祖辈 赤债经商 所有人都认为 这个出生于名门望族 生活富足的孩子 必将度过一帆风顺的一生 太厚重的一本书 太多的趋久 坎坷 各种转变 你比如我做过工人 做过业务的推销员 做过老师 做过美术工厂的那种设计人员 跑过业过去那种车 然后后来画过画 因为社会的一种变迁 从事文学 然后从事文学以后 后来我要做文化遗产抢救 所以老师 曾经有人问我 说你来回变 到底是怎么走到了今天 我说这个故事太曲折 我说还是不讲这些事情好 19世纪末 20世纪初的天津城 山谷云集 烦恼一时 就在这一时期 冯继才的祖父 离开了世代居住的浙江老家 北上经商 迁居天津 冯继才就出生在这里 我父亲是江南人江泽人 是浙江宁博人 那个地方是讲情的 我这个家族 就这条线上 有56个件事 这个家族里边的人 他有两条出路 一条出路是当官 还有一部分人就是做买卖 南方人讲经商 我母亲那个系统 我母亲是个官宦后裔 才几名 我的外祖父是一个当地的一个武将 后来劫甲归田 我父亲跟母亲结合之后 我觉得在我身里边 我隐隐感觉到有两种基因 一种是南方人的基因 就是那种比较重情的 比较南方人比较细腻的 比较敏感的 比较灵透的 这些气质对我有影响 我母亲这个山东 是一种豪爽的豪迈的 大气的 是有阳刚的 对吧 众义的 那么一种 那么一种人文的一个基因 这个基因对我也有影响 冯继才的祖父和父亲 都是生意人 作为家里的长子长孙 父辈们自然希望 冯继才能够传承家业 而这个孩子的本性 却让这个愿望落空了 我从小喜欢画画 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唯美主义者 小的时候 所以我说过 我说我人为了 看见自己的心灵才画画 比如说神仇 我在文学里面还有 因为文学是要面对现实的 所以你必须要是 冷遵冷遵的 对待生活的家高仇 但是我把审美 全部交给绘画了 少年冯继才 纯净而又浪漫的内心 与自然相应和 仿佛唯有画笔 才能淋漓尽致的 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 于是当一名画家 成为了他自小的志向 上世纪50年代 冯继才是从北京画院画师 慧孝彤 研习宋元绘画 并向吴玉如先生 学习古典文学 高中毕业后 冯继才进入天津书画社 专事摩谷 他笃定的认为 自己的一生 必将与唯美纯净的绘画为伴 然而平静的生活 很快就被打破了 1966年 冯继才一家被迫搬出了天津老宅 富足的生活一去不返 摩谷话也被批为似旧 冯继才被迫放弃了心爱的绘画 他被分配到工厂当工人 之后专职跑销售 这一年他24岁 工厂里不能按理的一直生活 你一定要给单位跑业务 我得给单位揽活去 所以我要骑进车去揽活 揽活的时候 你脑子里既不能想文学 文对书也没有文学 也不能想画画 那种画画也不能画了 好像你觉得这样就受不了了 人生活是吗 那我觉得我的成熟力还可以 我觉得我没有觉得受不了 心中的目标非常鲜明 我觉得只要有机会 我还去画画 文人体质浓厚的房地 冯继才去干了销售 冯继才在一间七平米的小屋里结婚了 他和爱人顾同勺青梅竹马 同样喜爱绘画 然而本应美好的新生活 却在艰难中开始了 我是有两次彻底的 在生活里变成零 66年的12月份 我跟我爱人结婚 在结婚的时候 我从家里出来的时候 我妈妈给我包了一包 有那个秋裤 还有背心裤衩 衬衫 裤子 袜子 一小包衣服 只剩下那一家东西 所谓我们的新房 只有七平米一个小屋 那个床都是我自己搭的 我妈妈给我给我那包之后 我夹在自己在后边了 一架上了 就走在路上一边的 我这人糊涂 那包掉了 所以我去结婚的时候 我是什么都没有 这是第一次 动荡中的艰难 痛苦 恐惧 各种人事变迁 让这个曾经怀着单纯梦想的年轻人 深刻体会到了生活的各种滋味 冯继才把这一切都幻化成了笔下的文字 在那段极为艰难的岁月里 他白天当推销员 夜深人静时开始写作 就这样 冯继才懵懂得开始了最初的文学之路 从1966年开始的十年间 冯继才写下了至少一百万字的小说和散文 小说一和泉 报告文学一百个人的十年等 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此时的冯继才 远没有意识到 这些凝结了自己心中的苦闷 疑惑 期许 凝结了一代人 对家国命运的思考的文字 将在日后的中国文坛上 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1976年 动荡的生活即将过去 冯继才坚信 生机勃勃的春天即将到来 而正当他期许明天的时候 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 使冯继才在天津的家 毁于一旦 地震的时候 唐山大地震的时候 我的家整个塌了 我是把我儿子搁得肚子抵下了 我按在楼梯上 在门框子上站着 门框子外边楼梯都掉了楼下去了 我当时从废墟里爬出来 爬出来以后 我拉着我老婆孩子 到了一个控场那儿 我你们俩待着哪里别动 我说我先看我的朋友去 我建了一个破纸形车 一直跑到天亮 跑了36个朋友家 太阳也不已经出来了 我回来了 后来我跟我爱人说 我说我告诉你咱们有钱了 我说我在路上走的时候 我碰着认识我的人 或者我去他们家 他们家没事的人 一看我腿都砸破了 都是血 这样他们就把钱往我的口袋里塞 可是那时候塞钱没有塞太多的 连五块都不可能 最多是两块钱 因为这出汗的原因 往里塞变成一个球了 我一打开是71块钱 我才知道钱是什么 钱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 所以我这人是做不了买卖的 所以我始终认为世界上 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 凡是拿钱买不来的东西 都比钱重要 经过十年的起伏 艰难的生活 使冯丽财身上温婉伤感的 江南气质逐渐消退 他豪爽 重义书才的性格 愈发凸显 也经过十年的等待 冯继财的春天到来了 1976年之后 冯继财的作品 《神编》 《三寸金莲》 俗世奇人和系列报告文学 《一百个人的十年》等相继出版 这些饱含着真情实感和沉痛反思的作品 一经发表就引起了轰动 冯继财的作品 既有对时代的反思 也有浓浓的相愁 他用笔墨勾勒了天津特有的城市气质 天津自古因曹运兴起 明永乐二年11月21日 也就是1404年12月23日正式铸成 历经六百多年 造就了天津中西河壁 古今兼容的独特城市风貌 因为我那个俗世奇人那个小说 基本都是短片 主要写天津市这个城市 在19世纪末20世期初 这个城市的集体性格 他这个地方有很多这种奇人奇事 冯继财这些人物写的活灵火线 是非常有天津化的这个小头创作 那等成龙这些创作 看出来他对天津人的性格的理解 他是有很深的这种感情感的认同和感情沟通的 冯继财生在天津 长在天津 在这里他经历了安稳的少年时代和坎坷的青年时代 他把自己对这座城市的深沉爱意 幻化成了笔下的文字 冯继财对这个城市的深情 也为几年后的异常风波埋下了伏笔 1994年天津老城改造 有着600年悠久历史和深厚积淀的天津老城被计划拆除 曾经有一个词挺有意思 叫冯继财和天津城保卫战 那个时代用一个战劲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 是有着说很激烈的 因为你跟两个东西产生冲突 一个跟官员的政绩诉求之间产生冲突 官员有政绩诉求是应该的 一个官员一任 为官一任他就有政绩 可是有的时候他不见得能看到这一点 也不懂设计官员不好 是他不见得能认识到这东西的价值 但是这东西跟他的政绩紧紧结合在一起 他把这批房子推倒了 建一个大楼 那他的政绩别人都看得见 说你反对 那当然就跟他的政绩有极大的冲突 可是我认为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 我认为这个街区不能动 那么我一定要发表我的声音 当然很激烈的冲突也有 我坚决反对他 当时有一句话就是 冯继才加千香益少收一个亿 这是上世纪90年代初 冯继才拍摄的天津老城画面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 这些画面成为记录天津城市历史的珍贵影像资料 天津老城平面为长方形 总面积1.55平方公里 老城设有四座门楼 分别为镇东 定南 安西 拱北 此后 从清顺治到嘉庆的140余年间 天津老城重修多达十余次 几百年的历史和传承 就凝结在了这座古老的天津城中 冯继才想保护和记录天津老城 而文人冯继才赤手空拳 冯继才认为 知识分子不能只停留在呼吁上 只是坐而论道 必须行动起来 要用行动实践思想 冯继才计划组织一个庞大的队伍 包括规划师 建筑师 历史学家 人类学家 摄影家 他计划带领这支队伍 对天津进行全面的拉网考察 但是钱从哪里来呢 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 我就办一个事 就开始卖画 他也没钱 他也没想我们抢 我们抢救啊 都是主席自己套的钱 他可能卖了几张画 跟着我们抢救 他没钱 是 是 是 不是 谢谢那些 胡老师 拿在网纸上看你 对 不做了 有机会 冯继才把自己的稿费和卖画所得 投入到对天津老城的考察和保护当中 我当时还给他们花钱做了一个粉红色的砍尖 也是一个白字 就是老城文化采封 那么一个字 还给他们做了一个帽子 摄影家摄影背心 背着摄影机到老城里面来回走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宣传 一开始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你破房子 有什么可拍的呀 后来慢慢慢慢 他们就要打听 实际是做了一个宣传 用了一年的时间 冯继才对天津老城进行了地毯式的拉网考察 拍摄了三万多张照片以及影像资料 并从中选出两千多张出了一套画册 他把这些画册送给有关部门 每送一套都要在飞页上写下这样一行字 这是你亲爱的土地 冯继才在努力 天津老城的建设也在推进 老城的核心街区孤一街 按计划也要被拆除 这就是天津的孤一街 这条街在这里已经繁华喧闹了七百多年 因此素有先有孤一街 后有天津城的说法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 孤一街达到鼎盛 成为华北地区绸缎 布匹 毛皮 服装 笔墨文具 中药材 以及日用小商品的集散地 这条街在七百多年间积累起的一专一瓦 记录了天津这座城市的生长与繁华 记录了它曾经的光荣与骄傲 冯继才想要保护孤一街 当时有人告诉我 冯继才你个小县 你可能遇见麻烦 挨门棍 你得小出去 当时有人就嘱咐我 后来正好天津的电视台 希望我去做一个采访 采访完了以后 他就说的 冯继才 你最近干什么呢 我说我为顾一街做了一套明信片 我说我几月几号在顾一街的邮局 他的邮局是中国最早的邮局之一 我在邮局那地方 我带他有个签名 我这个一拨出去以后 就大批的人就去到那县明去 可是我一早到那里去一看 邮局门口贴了一个布告 说这邮局已经坏了 有危险 就说这个邮局不开门了 他就 我后来我当时决定 是在这个邮局的 这条街的路口 还有邮局 在那县明 我说既然这邮局定好了 在那县明 所以在那县明 我在那县明 老百姓挨出三条街道 排队 挨了三条街道 老百姓 折腾完以后 整个那条街 老百姓要保护 冯继才的努力 没有白费 他保护老街的建议 引起了各方的重视 天津城开始重新规划 老城建设 还把冯继才也请到了会场 在市场开一个会 把我请去了 把老板请去了 还请了一些人开会 然后副市长管建筑的 先说 先请老总说 好像专家保护固域街 我们也不能赔钱 但是我们听市里的 市里说什么 我们军队听市里的 市里说我们吸取增加意见 我们决定用保护性的 改造的方式 把一些重要的建筑拔下来 最后说 为了这个事 好像损失了几千万 然后就让我说 然后我就把 为什么保护固域街 讲了一遍 讲完以后 我说我的话说完了 我还有别的会 我走了 我就走了 走完以后 然后第二天报纸都公布了 就是 古域街 保护性改造 重点几个地方 要保下来 因为改造 天天是影响很大的一个事 结果这事就平息下来 冯继才对于这个结果 非常满意 报道刊出后不久 冯继才安心的去法国讲学 而就在他刚刚离开的时候 事态就发生了变化 由于种种原因 故意街上的老建筑 没有按计划 全部保留下来 整条街 只留下千祥义 还处立在原处 默默纪念着 这条老街 这座城市 曾经的繁华故事 等我从法国回来以后 我站到故意街上的时候 我看了 我当时就哭了 当时我觉得 整个这个城市的历史 就没有了 七百年的历史 都在这条街上记录的 就没了 一点什么都没有了 当时我就哭了 浓浓的乡愁 萦绕在冯继才的心间 乡愁就是一种 对故乡的情感 它是一种 对故乡的一种 最深刻的 这么一种依恋 它不能失去了这个东西 人不能失去了 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么 所以我当时讲 我说 所以我特别希望 我们在一个城市 在变化的一个过程中的时候 我们要认定 哪些东西是不能动的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城市的 它的历史的面貌 历史的精神 还有这个城市的个性气质 把它保留下来 冯继才把个人的乡愁 融入中国人集体的乡愁里 冯继才转而投身到了 中国民间文化的保护当中 他意识到 中国民间有大量的文化遗存 正在面临消失 作为知识分子 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 先行者 先唱者 应该走到田野中去 到最基层的生活中 去考察和保护中国的民间文化 2001年 冯继才开始担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随即他在中国的知识界率先发声 提出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的重大课题 这个计划是要对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民间文学 民间美术 民间歌舞 民间手艺 民间节日 民俗事项 以及古村落等进行全方位的梳理 并用文字 图片 影像等方式进行记录和归档 进而推动保护 但是 冯继才的手中 既没有钱 也没有人 理想与现实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距 开始下去的时候 我们从国家申请到的资金 这是30万 是30万 我到任何地方去开会 要讲这套道理的时候 你把这道理讲完了 人家不管听懂和没听懂 先问你这句话 钱呢 红头文件呢 你讲了半天 没有红头文件 我们怎么行动 说你的钱呢 没有 没有啊 没钱 很长时间 没有钱我怎么卖画 成立基金会 所以我就是 几次卖画 一次在天津 一次在神州 一次在北京 一次在南京 四次卖画 我有一次在南京卖画的时候 都是我的精品 当时卖的是358万 我当时现场把这钱卷了 卖完以后 我很少有的一种伤感 我很少有一种伤感 我就跟摄影师悄悄地说 我现在人都走了 我说我在这屋子中间 你照一张后保的画 我说我从此势必接风 这人本来半步成 不可为止而为止 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 核心的最后灵魂的 那么一点思想 冯先生有 他想 其实这种良知 是在所有知识分子 心里都埋藏 他只不是把这种 这种灵魂唤醒了而已 比如说前一阶段 他想做中国古村落大图点 想把两千多个村落 都拍成照片 规文字答案是不行的 现在需要有影像答案 他就已经动员了 全国的这些摄影家 那么这个协会不归他管 那么很多地方 摄影协会 比如说有一地 摄影协会 就说你不给钱不去拍 那么他没有办法 让自己的博士生 硕士生 全体五都现在走向农村 当冯继才带领他的团队 深入到中国农村时 巨大的阻力再次出现了 阻力是非常大的 经常有这种情况 一开始非常热情地 接待这个冯主席去 因为冯主席去名声大 冯主席立刻就造成新闻事件 本来这个特别是县级 第四级 从来没在电视上露过面了 只要冯主席去 那他欢迎的不得了 但是冯主席去 把他这个新闻效应过了以后 想去落实 就不落实了 冯继才艰难地推动着 中国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工作 冯继才也感到 必须建立一个成功的示范 才能打破艰难的局面 这里是山西省晋中市 鱼刺区东兆乡后沟村 2002年11月1日 冯继才带领国内文化界的 一流专家来到这里 进行中国古村落 农耕文化遗产采样调查 后沟村 距离鱼刺城22公里 地理位置非常偏僻 小村依山而建 显示了中国古人 择地而居的生活理念 村落中 观音堂 观地庙 古戏台 菩萨殿等 依然保存完整 每天老家在这个地方 完全不一样 非常好 我现在就是找不到这个清秋带 找不到这个带字 你再看看这套 梁是天然木的梁 自然木来做这梁 一般来讲 这碗道园 明巧很少 不再做梁 但是身体 它没有这能力 把它太直 是吧 咱们要温透 我们把一个架子 把他们怎么看 然后把这锅都打进去了 拍下来 然后我们再研究 好吗 更让人惊讶的是 后宫村自成一方天地 最原始的酿醋 酿酒 做豆腐 碱脂 石雕 砖雕等技艺 在这里都生机勃勃 在宫季才到来之前 后宫村最大的辉煌 是年产过90万斤的梨 和上世纪80年代 人均分配粮食400斤的富足 这样的小村庄 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 年轻人逐渐离去 村庄也逐渐露默萧条 冯季才带领的专家团队 对后沟村进行了全面的调查 对村落历史 精神信仰 生产方式 生活状态 传统工具 民俗民风 以及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等各方面都进行了梳理 并以文字 图片和视频的方式 进行了整理和记录归档 但是这样活胎的村庄 应该如何保护呢 巨大的分歧出现了 太漂亮了 但是修路呢 不花就上千万 那么国家旅游局 找到国家旅游局 国家旅游局 我不可能给你修路 去看这些小的景观 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投资问题 有的东西已经建议了 我觉得 今天我真是学了很多东西跟周围 他原来是准备迁徙出去 建一个行程 把这个地方完全变成一个旅游的 把这些老的这个窑洞啊 都变成这个旅游的这种客房啊 这个我们第一个吧 就一定要生活化的保护 一定要人一定要生活在期间 你不是为了旅游来保护 为了旅游建一个 把它变成一个旅游村 旅游点把人都生活都签住了 这个不是文化 那是一个旅游景区 当然后来它也变成了旅游景区 但是我们前提是 你老百姓生活一定在里面 一开始这种理念 就让这个企业公司来介入 让他们来落实我们专家学者的这个想法和做法 但是实际上企业它很难做的 它不会按你的专家学者的这个想法去做的 所以我们就坚持 你一开始应该是专家学者和政府合作 做完了以后 你再交给人 这个地方 基本上没有退让的 因为我们能坚持 我们就不退让 面对分歧 冯继才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 他认为 民间文化的保护 应该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民间文化的保护 不能成为市场的奴隶 可持续的民间文化保护 最好是既能在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取得成功 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 他计划 先以专家与政府合作的方式 把厚沟村整体活态的保护下来 之后再考虑如何利用 2005年3月 根据冯继才和他的团队所做的文献整理 于此区政府投资2000多万元 把古村修旧如旧 后沟村逐渐成为全国知名的村落旅游点 目前有数百万人参观游览过后沟村 文化的价值在市场中得到了认可 原来这个村 男青年没有人嫁给他 女孩子是嫁不出去 外面一听后沟村 外面男青年都不要叫后沟村的女青年 到我们最后把他起死回生以后 现在外地打工的男青年全部回来了 外地的外面的女青年都想 谁要嫁的后沟村谁都觉得光荣 都想嫁过来 所以他那个地方我们去的时候 当时年收入老百姓的收入是200来块钱 我后来两年以后我们做完了以后 他们人均收入1万多块钱 帮助当地把它做好那一天 我们搞了一个活动 就是搞了一个活动的时候 在半山腰一个老戏台上做主戏台 我在那还讲了个话 都完了以后我下来的时候 有两个老大娘过来 拿着篮子把枣往我口袋里倒 所以当地我记得一个文化人 我忘了他是谁了 他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你看你们做得多像八路做的事 老百姓把枣都往你口袋倒 我感动得要命 就是说老百姓明白了 因为我们做这个事 其实最根最根上的还是为了老百姓 因为老百姓是文化的主人 文化的保护好了 最终受益的应该是老百姓 前两年 冯继才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联合中国摄影家协会 举行中国传统村落的力荡调查 一批批村落家底的清单被建立起来 同时 他们也活跃在中国的各个角落 分步骤的 对民间文学 美术 歌舞 民俗等 做进一步的挖掘和存入 仅民间文学以下 就从史诗 叙事诗 故事 歌谣 传说等方面 对中华民族的民间文学 进行了全面的梳理 整理出的文字 共计八亿多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学数据库 在冯继才等一批学者的推动下 2006年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 由文化部确定并公布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这也使得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更加规范化 抢救总数 应该是十二亿字 如果要出几十万字一卷的话 我们得出八千卷 我一直有一个野心 希望将来能得到什么人的支持 我想把它出了 我这个野心才大呢 我希望出了呢 就是真有钱的人支持做这件事情 我们不用出多了 就出二百套 我们世界几个大国 美国国会图书馆 大英博物馆 这些 这些 法国国国务图书馆 一个图书馆送一套 你看看中国文化的分量